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他这个字太独特了 感觉他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锐一样在那里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牌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 这个有点危险 他哥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吧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真棒 娘娘真棒 又嗨又嗓 我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 孟川之前看过娘娘表演吗 看过 那你为啥会选他呢 我觉得他强对强好看 长河太有大局管了 好 因为娘娘其实刚讲都有就半年吧 对 去年八月份开始 哎呦呗 哇 厉害 那个脚本都是自己写的吗 对 是我自己写的 我估计别人也写不出 这么上的东西 非常厉害 而且呢 他也有很强的学历优势 但人家不提北大的硕士 学什么专业呢 创意写作的 这个就是创意写作 真的 我觉得特别是说老虎那段 太精彩了 非常厉害